Yo what's up,我是Eas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又到了周末了,到了咱们一周球鞋开箱时间 今天在脚手板上我们要开四双鞋 那今天要开的鞋呢虽然不多啊 但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球鞋 首先第一双要讲的 其实就是之前期待了好久的一双Air Max 186版本的 就是这一双Big Bubble 那之所以叫Big Bubble呢 其实就是在脚后跟这个气垫部位呢 裸露出来的气垫部分非常的多 是比之前要大很多的 那我这里呢有一双之前发布过的Air Max 186版 你可以看到这个气垫的尺寸做比对啊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其实之所以这双球鞋的名字呢 里边有一个86 就是因为一开始啊 停格设计这双球鞋 第一次市售呢其实是在86年 但由于当时呢测试有一些缺陷啊 这双鞋当时的市售版本呢 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 这个气垫特别容易碎裂 换句话说呢其实当时就是质量波关的啊 所以之后呢又在1987年呢重新推出 那之后呢又改成了这种小气窗的版本 那时隔了三十几年之后呢呢 那现在的科技已经今非昔比了啊 所以再次呢还原了当时OG原年版本的味道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现在如果再把这双鞋呢 拿到极端的天气下 会不会产生这种质量的问题 那我相信呢以钩子现在的发展啊 应该不会再犯当天的错误 那咱们频道的老观众呢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欢Air Max 1的 之前呢在我身后的这一面鞋墙 曾经又一侧的鞋柜 布满了Air Max 1 我之前呢也是拍过我这种Air Max 1的球鞋收藏 也是我自己平时穿的那些Air Max 1 那关于它的历史呢 其实已经讲过多次了 我推荐大家看我那一期视频 今天呢就不再做赘述了 为了还原当年86年OG鞋型的设计呢 这双球鞋在好多设计的细节上呢 也是彰显出来 首先呢最近发售的这个Air Max 1呢 基本都是这个Dunk的鞋盒啊 非常非常的劣质 没什么好吹嘘的 那这一次呢 这双86OG的Air Max 1呢 直接给你来了一个做旧的鞋盒 看起来很有这种啊 金属质感 同时生锈了的感觉 中间呢来了一个镂空的钩子啊 里边呢也是有一个透明的这种塑料格膜 防止里面的东西呢掉出来 那鞋纸呢其实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这么一个条纹鞋纸 另外呢在鞋盒的这一侧啊 下边有四个透明的气窗 也是为了模仿啊 球鞋上面这个气窗的感觉 那这里呢是四个透明的气窗 但是由于我手里的球鞋尺寸比较小呢 上面只裸露出来三个气窗 好另外呢这里有双大码的 你可以看到啊 能够看见是四个气窗来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跟你讲 在球鞋售价一致的情况下啊 好多较大的人呢 其实买这个鞋是更合适的 因为毕竟上面的料子更足 像这种小尺寸的球鞋呢 花同样的价格去买啊 确实显得相对没那么值了 除了鞋盒上的升级之外呢 在鞋型上啊 也有很大的变化 首先你看这个86OG的鞋型呢 更加的细长 也是为了还原当年OG的鞋型啊 那之后的市售版本的鞋面 还是相对较宽的 其实很多人说呢 Arymax1本身就是一个细长的鞋型了 就是鞋帮的高度肉眼可见的 把它做低了一些啊 你像之后的市售版本呢 它还是相对较高的 而且呢 在鞋型这侧一个弧度 也是比较大的 那这次大泡泡呢 你看到这个弧度还是非常平缓的 好下一个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之后的市售版本鞋带呢 还算是比较宽 这次的86OG呢 鞋带是非常细的 那由于我呢 接触球鞋的时候 认识的Arymax1呢 都是这一个鞋型 所以我其实更喜欢这种宽鞋带啊 这个比较细的鞋带拿过来以后 第一眼确实觉得有一些诡异 另外一点区别呢 就是鞋舌上面的Nike Air logo呢 其实也是有早年啊 Nike设计的影子啊 包括字体啊 颜色啊 以及标的大小 那这个呢 跟之后市售的版本区别 还是非常的大的 你看这个呢 它的Nike的Tag 整个占地面积 还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 字体也更具现代的设计感觉 好 再下一点呢 就是鞋底的厚度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新出的鞋底厚度明显 比我旁边呢 直厚的市售版本也高 虽然这个尺码更小啊 那鞋底厚度呢 还是肉眼可见的区别 好 如果你仔细看呢 鞋底上的花纹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这一双86OG鞋型呢 你可以看到气窗旁边呢 类似于做了这么一个 带弧线的设计啊 这个呢 基本就是直线穿过气窗的感觉 那这里呢 跟屏幕前的观众呢 做一下简单的投票 你是更喜欢这种大气窗 还是喜欢之后市售的这种小气窗 我可能是看之后这种小气窗 看习惯了 感觉这种设计呢 其实更加的和谐 这一说呢 也是比较独特的 可能需要看一段时间才能试验啊 我自己呢 也是买了自己的尺寸 还在咱们的这个免税地址 没有发过来 所以今天呢 没有办法给大家做这双球鞋的上脚了 好 最后点区别呢 就是之后市售的版本呢 在材质上面 好多情况下 都会采用一个皮革啊 或者是纯皮质地 有的时候呢 也会采用几皮 这次呢 基本上上面采用的 都是这种编织的材料啊 摸起来呢 这个手感 怎么讲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纯皮的更香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到啊 我感觉一双球鞋的造架呢 在Nike这里呢 是固定的啊 那如果它在鞋盒上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 增加了这双鞋的成本 它总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把它找回来 这部呢 上面这种材质啊 我是比较习惯于 前面这个红色的外轮块啊 包括脚跟后边呢 如果来一个纯皮的材质 这双鞋会更香 那我手里这边呢 有一双在这个86OG鞋型 发布过的第二天 发售的高尔夫版本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还是这个熟悉的 这个高尔夫球鞋卡 好 这里呢 就是球鞋本身了 哎 我感觉第一眼这个鞋型 好像是有一些区别的 哇 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啊 我不知道进口前 能不能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普款呢 它后边的脚后边的角度 相对比较垂直于地面 但是这双鞋呢 明显是向前倾斜的 把它两个放一起啊 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个倾斜的角度还是挺大的吧 所以正体来说呢 高尔夫这个版本 它的鞋型呢 运动感更强 另外一点啊 大家都知道了 高尔夫的鞋型呢 往往上面的材质会更加的好啊 这一次呢 摸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手里有实物 就是鞋头上面的这个编织材料呢 普款的这个摸起来明显更廉价一些啊 高尔夫的版本呢 摸起来啊 质感更好 更加的光滑 同时感觉也更厚实 那最明显呢 应该就是鞋底的花丸了 普款的这个呢 相对比较大比较平 高尔夫的这个版本呢 相对比较密啊 同时呢 鞋底钉色的高度 应该是更深的啊 也是为了体现出这种抓地力 说句实话 感觉这个高尔夫的鞋带 都比普款的要软一些 鞋垫呢 也有所区别 普款的鞋垫呢 中间是有透气孔的 高尔夫的这个版本呢 中间是平的 没有任何的透气孔 同时呢 脚后盖的logo呢 也不太一样 普款就是一个Naked Air logo 下面呢 则是一个Golf加个勾子 其实细节上呢 还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普款的这一双呢 下边的这两个点呢 是比较细长的 高尔夫的这个版本呢 相对更大 更圆润啊 把它们放在一起 咱们比较一下 看 还是挺明显的 这双是高尔夫版本啊 好 又找到一个区别 就是普款的这一双 它气窗的尺寸 更大 更裸露一些 高尔夫的版本呢 虽然也做了一个大气窗 但是相对更扁啊 还是有一些含蓄的 我应该找不到 更多的区别了 但是掂在手里呢 普款的这一双 明显更重啊 高尔夫的这一双呢 相对更轻盈一些 鞋的中底呢 捏起来 我总觉得这个弹性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啊 两双都还可以 还是挺Q弹的 那这两双鞋的发售价值呢 应该是一样的啊 都是150美金啊 那在发售价相同 或者相似的情况下呢 我一般情况下 会推荐大家 买一双这种高尔夫的版本 因为穿起来呢 更舒服啊 材质也更棒 这一次 除了材质上的区别以外呢 在鞋型上呢 其实也更连我喜欢 唯一一点点遗憾啊 就是你做了一个big bubble 但是下边的气窗呢 却没有裸露的那么大 如果这个气窗 能够换成这个 我会毫不迟疑的 选择高尔夫版本 好 上一双鞋呢 看鞋盒就知道了 是一双new balance 最近确实买new balance 买的还是挺多的 首先打开呢 是一条奶黄色的鞋带 这个鞋本身呢 就是这一双 哇 这怎么看起来这么大 这是我的尺码了 哇 这个竟然是我的码 看着这么大 天呐 就是这个9060的粉颜色 那关于老爹鞋这个鞋型呢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 也是近两年 它非常火爆的鞋型之一 在new balance这一块呢 也是最近推出了 9060这一个鞋型 就是从后面看呢 这两个尺呢 非常像猪蹄的 那一个鞋型 那正由于这个鞋底呢 看起来是非常宽的 所以从正面俯视下去 这一个视角 看起来很有这种老爹鞋啊 或者是面包鞋的感觉 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搭配 括的括的神器了 那上一次开箱 这个9060呢 是跟这个bricks and wood 做了联名 这一双鞋呢 你看鞋盒啊 毕竟是联名 还是有非常独特的设计的 像这一次的普款呢 基本上走的 就是new balance鞋盒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 把一双联名呢 加上一双鞋盒放在一起 首先第一眼映入眼的呢 就是上面材质的区别 你看这双联名的鞋呢 总会在一些个别的地方呢 加一些独特的设计啊 比如说上面这种毛绒鞋带 以及脚后跟 这一块纯透明的塑料 还是挺明显的 还有现代的气息 但鞋盒的这一双呢 明显啊 都是一个普通的材质 后边的塑料呢 也做了一个不是纯透明的 有一定的浑浊的感觉 本来呢 对于这双粉色的款呢 没有特别大的期待 也是好奇呢 拿到手看一下实物 拿到实物以后呢 我感觉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啊 可能搭一些这种 quotor的棕色的裤子啊 应该会比较好看 今天呢 也是给大家做一下 上脚的效果 我总感觉牛仔裤搭塌啊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上一次呢 买这双鞋 我老婆看到这个鞋型呢 并不能够特别的接受啊 所以那双鞋呢 我早就已经卖掉了 留下的也是我自己的尺码 应该是回血 可能五六十美金左右吧 还是出乎我意料的 现在来看 那个价格更高了 那旁边的这一双 普款粉色呢 当时呢 也是一寿而空啊 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两双 一双我自己的尺码 另外一双我老婆的尺寸 细气上来说呢 整个鞋的外轮裤啊 这种都是一个脊皮的材质 摸起来很柔软啊 这个真的比好多钩子的脊皮 要柔软的多 同时呢 鞋的填成部位 都是一个编织面料啊 透气性也很强 鞋的外侧呢 有一个很大的 New Balance的logo 内侧呢 同样是New Balance的logo 它那做了一个 类似于缝线的这种感觉啊 很有刺绣的味道 那中底呢 其实摸起来弹性十足啊 那之前上脚过那一双联名 我知道这个脚感还是不错的 外底呢 摸起来相对偏硬啊 也是给球鞋做一个保护 好 那今天开过的这几双球鞋里呢 其实呢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一双 Air Max 186 OG 鞋型的Big Bubble 大泡泡 但是呢 因为不是我自己的尺寸啊 我只能选择我面前的这一双 New Balance 9060的粉颜色 上脚的效果呢 还是不错的 我也非常喜欢 那相信呢 马上就会把这双球鞋拿出来穿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内容 如果你非常喜欢看这种 球鞋开箱类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给你记得了个赞 那如果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点订阅跟关注啊 这样在我这种球鞋开箱类的视频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那最后呢 咱们一周鞋开箱 马上就100期了 我应该也会给大家出一期抽奖啊 给大家送一些福利 那同时呢 大家关注的粉丝群 可能我马上也要开了 好 希望大家呢 保持关注啊 到时候呢 都能够进群 还有呢 不要忘了Discord的加入链接呢 也是免费放在了下边 其实这个链接呢 放在我视频的下方 可能已经持续几个月了 我不知道多少人发现 好 我们take it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